原标题,私人动物园,我老婆,简陵正荣,墨西哥大毒枭生活曝光,随着墨西哥最大贩毒集团西纳罗亚头目古兹曼在美国受审,他曾经的密友在法庭上曝光了这位墨西哥头号毒枭的奢华生活,在墨西哥每个海滩都有豪宅,最贵的海滨豪宅价值一千万美元,拥有一家私人动物园,园内有带不用的小火车, 喜欢在世界各地旅游,甚至前往瑞士做抗衰老美容治疗,据美联社和CBS新闻11月27日报道,古兹曼的前好友先亲信马丁内斯,Megalangelo Martinez,周二在纽约出庭作证,趁西纳罗亚在1990年代初经历了可卡因繁荣期,积累了巨了财富,从1986年到1998年,马丁内斯一直担任西纳罗亚的高级头目, 据马丁内斯所述,从1990年开始,他每年的收入都在100万美元以上,古兹曼也一夜暴富,在两人刚认识时古兹曼还没有飞机,但到1990年代,他已经有四架飞机, 马丁内斯趁古兹曼在每个海滩都有豪宅,在每个州都有农场,其中位于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阿哈普尔克的别墅价值1000万美元, 在墨西哥西部瓜达拉哈拉的古兹曼豪宅中除了游泳池、网球场,还有一个私人动物园,动物园里饲养着老虎、狮子、美洲豹、鹿等各类动物,参观者甚至能乘坐小火车参观, 马丁内斯透露,当时西纳罗亚通过在边境下挖地道,在卡车中设暗舱,制造假的食品罐头等方法将和卡因偷运进美国, 从美国运回的则是数千万美元的现金,其中大部分现金被送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提华纳、古兹曼每一会派自己的私人飞机将现金运回墨西哥城, 马丁内斯称,每一架飞机都会装一千万美元左右的现金,现金运回后被藏在秘密地点, 马丁内斯的工作之一就是每月将其中900万美元左右的现金存入墨西哥银行,由于贿赂了银行管理人员,没有人追查现金的来源,贩毒所得的收入顺利转为墨西哥鼻索,马丁内斯趁报复之后,古兹曼爱上了旅游,两人曾使用假护照前往巴西,阿根廷, 日本、泰国、欧洲所有国家,古巴、哥伦比亚等国,几乎是全世界,除假护照和假身份证明之外,古兹曼甚至有一份假的美国签证, 据马丁内斯透露,西曼罗亚从美国和欧洲购买了伪造证件用的机器,因此出国旅游非常方便, 曾经有一次,古兹曼前往瑞士只是为了去一家诊所,接受抗衰老的细胞青春治疗, 马丁内斯透露,古兹曼的生活成本非常高,因为他有四五个老婆,我们要给所有老婆付生活费, 出手阔绰的古兹曼也热衷送礼物,据马丁内斯所述,古兹曼曾购买50辆汽车, 包括雷鸟、捷豹、野克,作为礼物送给手下,除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之外, 古兹曼还购置了大量军火,雇用了大批杀手做保镖出行时, 古兹曼身边至少有20到25名杀手随行,被派去执行任务的杀手, 会配备AK-47、M16步枪、手榴弹、防弹衣、装甲车、甚至催泪弹, 古兹曼随身佩戴的手枪则向上钻石,拼成古兹曼名字的首字母, 马丁内斯趁他曾被要求将100只AK-47运入一所仓库中, 据他所述,西纳罗亚每个月都在不停购买武器,光在配备装甲车上就用了50万美元, 现年61岁的古兹曼面临包括走私毒品、洗钱、 矛杀对手在内的17项指控,如罪名成立,或被判处终身监禁, 古兹曼于去年被引渡至美国受审。 此前在墨西哥关押时,他曾先后两次成功越狱, 鉴于古兹曼的强大势力,美国法院在审讯古兹曼期间动用了高度安保措施, 评审期间,法庭授权的画像师,必须将画像提交给解方审查, 得到批准后才能对外发布,此前, 画像师被禁止汇出关键证人的面部和头发特征, 在审判开始时,古兹曼曾向法庭要求与妻子奥斯普罗, Emma Coronelis Bureau,拥抱,也遭到法庭拒绝。 周二,检方指出,奥斯普罗在庭审第一周期间使用了手机, 要求法官就此被辩护律师实施制裁, 检方表示,古兹曼与外界的通讯可能导致证人或证人家人死亡或严重受伤, 对古兹曼的审判将持续四个月,责任编辑柳光博。